所以這樣子呢,這三個 怎麼最後除以3之後會變這麼大 特別注意喔 因為你填到這個格子裡面的東西 它會幫你把它當成是一個文字 所以文字加文字再加文字 最後串起來之後變成 897,845除以3 應該懂的意思吧 所以你的程序裡面需要這樣 假設說你遇到這樣的狀況的話 記得把這個東西裡面轉換成數字就好 所以我們會需要有一個轉換 把那個文字轉換成數字的一個函數 一般會用那個 一般會加用int也可以 或者用cint 加一個cint c的話是一個轉換型別 c 有點像轉換 轉換成int 然後刮弧一下 前刮弧 後刮弧 它就幫我怎麼樣 轉換成一個什麼 一個數值 一個整數值 其他都一樣 所以每個都要再加 Cint 把它刮弧一下 那你會想說 老師那我怎麼知道有哪一些 VBA有哪一些那個函數可以用 其實你也可以打個VBA 點 點下去之後有沒有 你打個C I 有沒有 它就出來了 這個也是一招 所以你要知道VBA裡面有哪一些函數的話 你就打個VBA點 它就 推動幫你列出來 有 就有 沒有就沒有 如果說有 但是怎麼用 沒有關係 其實有的時候你把這個按空白鍵 你不會用沒關係 按一個F1 有一招喔 F1 F1會跳出什麼呢 它會跳出 這一個函數的相關使用說明 與範例 所以有時候稍微看一下也OK 不過因為按F1 第一次執行的時候會比較久 因為它要建那個index 所以它會跑比較久 你不要以為它壞掉 它是會第一次比較久一點 之後就會快很多了 那裡面的話會有一個敘述 就是說INT函數到底怎麼使用 還有沒有範例 不過我也沒太久了 好啦 好出來了 有沒有 這邊的話 這個地方有個範例 還有其他的相關的那個什麼 轉換的那個函數也會出來 像CINT 另外有個叫CLNG 也是轉換數字 可是喔 你想說老師那為什麼有兩個呢 特別注意喔 CINT 最多只能轉 65536 就是如果裡面你的值喔 超過65536的話 就6萬多的話 那會轉換失敗 因為它最多只能轉6萬多 如果你裡面放的那個 數字 不是數字 字串喔 轉換之後會超過6536的話 請你要改用這個 C LONG 這個是一個LONG LONG是長整數 它最多印象中好像已經 11 好像不止了 應該到20億了吧 好像就是很大就對了 應該那個很大的一個數字 所以應該沒有轉不過去的邏輯才 因為它又有32位元 又有64位元 所以它的那個空間可以越來越大 OK 那其他還有像這些啦 什麼轉換那個字串 相反可以轉過去 可以轉過來 好 大概會有這些 然後呢 你就把它加在什麼 加在前面 這樣子的話呢 就避免掉這個錯誤 所以把它刮弧 然後再後刮弧一下 前面要不要打VBA 這個都沒有關係 因為它點下去會跳出來 最後的話 轉換之後 再相加 再除以 記得先刮弧 再除以3 最後還有什麼呢 取小數點的第一位的話 印象中在這邊有個Round 當然如果你不知道說VBA裡面有沒有Round 你就VBA點Round 在Essale裡面有Round 在VBA裡面一樣有Round 你就Round 然後刮弧一下 前刮弧對不對 and到後面 豆點第一位 這樣應該懂的意思吧 如果這樣拉寬一點 OK 實際上就是這樣寫 你這個VBA要不要寫 都可以啦 我是跟你們講說 因為我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我怎麼知道裡面 VBA裡面到底有多少個函數 其實很簡單 你點下去就有了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地方執行過好了 比如說我這一列再把它刪掉 重新再來過 然後呢 一樣就把那個剛剛這個地方 再按個值行 它一樣會跳出來 一樣輸入AAA 然後 隨便輸入一個值好了 假設我今天 輸入這樣的值 按新增 剛剛的結果會錯 現在會不會錯呢 現在就不會錯了 有沒有 因為它會先把這個 轉換為數字 這個轉換 都一樣轉換 最後再把它加起來 除以3 再取小數點到第一位 因為它已經整除了 所以它沒有這個問題 那我再試另外一個 比如說我沒有整除的 比如說這個輸入一個56 看新增 有沒有 它就小數點第一位 好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新增裡面 乾脆把這個圈 就後面比較簡單講 最後移動到那個位置 移動到哪一個 移動到salesA 那個位置的話 很簡單 你就直接 假設我今天要移動到 這個位置的話 最後記得點什麼 點select select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select 意思就是說 游標放上去的意思 那就是放在什麼 這個A11上面 那不過會有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你點下去 它沒有出現 那個select讓你用選的 特別注意 因為如果你這邊 有加了刮弧之後 它就不會出現 可是如果你把那個 刮弧拿掉的話 點下去的話 它就會出現了 所以還有一種方法 就是這樣 你先打select之後的話 再把刮弧加上去 也是一招啦 不過常常會有同學 是很開心的就往下了 就忘記加刮弧了 那就會容易錯啦 所以這個地方 順便講一下 好 那清除資料的話 其實也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裡面的那個 什麼TST 第一個 有沒有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空置串 所以這邊的話呢 給它等於空置串 第二個空置串 這樣的話最後完成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把畫面還給各位 所以會有三個步驟 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 把資料新增進去 但是可能會遇到的狀況就是說 沒有轉型 然後它就會幫你把它 全部串在一起 那全部串在一起之後 再除以3 那就會錯 所以記得是 轉型 再相加 再除以3 最後再用Round 做那個 取小數點到第一位 一種狀況就是你執行之後 它什麼都沒填 就直接按新增 那剛剛的程式還是會跑 所以你需要怎麼樣 對你要去check說 這裡面到底有沒有東西 如果它裡面 其實就是都沒有放 其實或者是其中一個 因為這四個欄位都一定要輸入 才能夠按新增 只要有一個沒有輸入 它就應該要跳出警告 所以第一個 想要按新增 請輸入資料 警告一下 這個東西叫Messagebox MSGBOX OK 按確定 那當然 假設我今天輸入一個 假設是CCC 然後 假設我今天輸入了 但是我輸入了 只要一個沒有輸入的話 它還是不能讓你過 就通通擋下來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要第一步做什麼 把 做那個 就是程式進來之後 要先check的動作 那因為總共會有幾個資料要檢查 總共會有四個嘛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所講的 你要先在程式跑的時候 先if if什麼呢 這裡面的資料 它不等於 不等於不是 不是領事空置串 因為這個東西 在VBA裡面就是這樣的 兩個雙以後 那等於是這樣子 那不等於是什麼呢 不等於是這樣子 小於大於 所以這個怎麼表示 這個是TST 什麼呢 01 點TES 實在太難寫了 知道就好 知道我在寫什麼了 OK 不等於這個的話 或 或 或這個 也不等於 然後再或這個 再或這個 如果說 如果說 其中有一個 是空置串的話 那就是 警告他 所以這個判斷方法 我等一下好像是用等於 如果這個等於空的 或這個等於空的 只要其中有一個是空的 那我就跳出警告 並且讓程式跳離 大概要怎麼寫 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邊已經有寫好的 首先的話 這個地方如果要判斷說 它是否 有沒有 就在新增資料的下方 等於是還沒跑這個的時候 先檢查一下 檢查什麼 檢查 如果其中有一個是空的 這個 或這個 或這個 有沒有 如果說你有很多欄位 反正你就或下去 就對了 OK 中間加個偶爾 前後一定要加空白 Then 也就其中有一個 是空白的話 跳出一個警告 請輸入資料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Is this sub 特別注意喔 因為如果說 你沒有加這個的話 它程式會繼續往下走